大家好,我是张医生 很多人都被失眠的问题困扰 要么是睡不着,要么是半夜容易醒 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 今天张医生就教你如何使用两味药泡水 从而疏干养血,远离失眠这个狗皮膏药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失眠 睡眠和我们的气血运行密切相关 是一种只有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才会进入的状态 睡眠时我们的气血通畅运行 人就会睡得安稳,睡得好 那我们中医上讲血受藏于肝 肝是储存血的血库 肝又主书泻 所以在人睡觉的时候 肝就会把我们血库里的血放出来 并且控制着这个血量的速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人白天发过脾气之后呢 晚上就会睡不着 这是因为晚上肝要开始干活了 但是白天肝气横腻 肝脏的功能非常的抗盛 所以它在输泄血液的时候功能失常 这个血量不受控制 那人自然就失眠了 因此呢 我们一方面要揉肝 以揉克肝 把肝的抗胜之气压制下去 另一方面呢 我们就要凝血安神 让这个血不要太躁动 在适当的时候 待在自己该呆的地方 标本同志 双管齐下就能取得比较好的疗效 那张医生想要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两味药呢 就是白勺和酸枣仁 白勺可以养血调精 揉肝止痛 那酸枣仁可以宁心安神 养血揉肝 这两个药都是揉肝的药物 因此可以很好地抑制肝脏的抗逆质性 恢复肝规律调节 我们全身血液运行的作用 保持气血的平和运行 其次呢 这个酸枣仁还可以宁心安神 使血受到了规范 那心神就可以得到乳养 因此心藏神的功能 就能得到正常发挥 从而去缓解我们失眠的问题 除了失眠之外呢 酸枣仁还可以除虚烦 因此由于血热所导致的 或者逆时针按摩15分钟左右 对改善失眠有很不错的效果 那今天张医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